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 今天我看会长主要是中文为主 所以我还讲中文 谢谢大家 今天主要就是来参加这个关汉主办的这个会 当然这个会主要都是老书人 也是老杜办的会 老杜以前就是金色财经时候 其实就很能办会 所以我这次也是一个过来学习的心态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目前就是可能有不一定所有人都关注这个波场 火币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就是目前火币和发展的一个情况 也就我们的一些规划 目前这个波场呢 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 ecosystem 首先我们这个生态企业中 就是有不同的角色 然后办公共和模块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分为其他类 这个其实我不一定非常全 这个但是反映了一些就是不是所有啊 但是我觉得已经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我们的生态办法思路 第一个呢就是波场生态我们现在就是大概是交易所稳定币 然后一个去中心化的供电生态这样的一个三组鼎立的每个发展格局吧 首先呢大家知道我们有火币 火币 火币呢现在就是我个人认为是对标的还是类似于像 币安啊OKX啊这样的精品性交易所啊精品性交易所啊 就是啊上币呢比较联合啊 但是上币需要财富上也比较好 然后呢它可能主要对标的是是这种专业和小孩用户啊 就是可能火币想心力直接就冲的那种对吧 就是它可能不会对这个资产做很多研究啊啊 就是有点像Coinbase啊 像币安这样这种这种这种类型 是小孩用户啊平常可以用的一个值得信赖的这种一个平台啊 啊然后呢还有Bornets啊就是P网啊 BornetsP网啊其实大家也知道 它就是基本上是在行业中的这个交易所的定位 有点类似于像抹茶Gate这种 抹茶Gate的什么概念呢 就是有点对标 如果说火币对标coinbase啊 这个Bornets就是对标这个units吧 对吧就是大家给大家看上啊 如果关注的人就知道 就Bornets就什么币都省对吧 就是一天上十个地啊 一个月可能上三百个地啊 但是下币速度也比较快啊 就是啊也会定期下币啊 但是这就比较快啊 思想科技速度比较快 它拥抱一个创新的速度比较快 还主要呢就是为了这个啊 这个啊啊就是让 院里缩发的人有一个缩发的机会啊 所以就比较开放 那这个就是Pure啊 Pure 两个交易所定位不同啊 有点像是小米对吧 有高端手机对吧 也有红米啊 红米 这个就是大概叫一个品牌对搜 然后呢就是啊 啊往下面啊是我们就是 重点发展稳定币 稳定币 这个第一个就是波产U了 对吧 大家用的现在比较多 对吧 大家用的比较多 啊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波产U的这个基础上呢 啊最近呢 啊延伸发掘一些方向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的稳定力啊 去中心化 就生态 这个波产U呢 这个USDT 然后我们最近呢 又研发一款新产品 叫STT USDT.IO 啊 这个呢是一个类RWA的LIDO式的reways的产品啊 讲起来很高大上 但是总结中文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U 那现在提供大概年化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这么一个啊 我占收益对任何人对吧 相信大家今天来听这个会的人应该都使用波产U 对吧 直接你去那个STT.IO 然后访问页面把U存入这个这个平台 就是点一下主要就行 很简单的 就是立刻呢 就可以把自己的USDT 完成SD USDT 然后SD USDT呢 就是是自动rebase的 它的余额是每天五点钟会发生一个变化 就会增多啊 按照年化百分之五的收益都 然后如果你不想不想这样了对吧 要不要去加一了 你就直接给它unstate 就把它直接就是boostate就可以了 就可以立刻提现 所以我们相当于做到一个流动性与这个资金 这个一个完美的一个流动性的匹配 当然完完完完美的一个匹配 我觉得相当于做到了这个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USDT呢 这个只是一个 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这个SDUSDT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产品啊 这个我们会未来围绕这个波产丢 因为毕竟也是一个波产的一个亮点吧 这个做的比起它往前都大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亮点 进一步深挖 对吧 SDUSDT现在已经是9亿美金了 我们争取今年年内 我觉得它做到大概15亿美金左右 然后后面呢 我们会继续深挖 比如说基于丢本位的 在波产的合约交易所 去中性化的 去中性化的 这个火币和Modinx也有合约交易 但是是中性化 我觉得这个去中性化的合约交易所 以及这个 包括RWA的这个理财式产品 对吧 包括这个 这个USDT 它做的个RUN USDT现在也是跟Jazzline 就是也是全世界前第二大 关系你次于RWA的这个一个借贷协议 它这个做做好一个联统 联统工作 对吧 好就继续讲 然后就下一个TUSD 我们还有一个稳定比 TUSD 对吧 TUSD TUSD呢 现在也是跟BI 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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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是比较弱 弱强联合 对吧 然后就是 就是做一个我觉得就是 TALID的一个备份 对吧 大家现在用 不然UI比较多 大家平常其实你也可以用TUSD TUSD TUSD现在还是不错的 它 就火避昂上有很多理财活动 对吧 这个年化有时候甚至高达 30%以上 对吧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暴雷 对吧 这个都是随存随取有活期的 活期的 而且就是给的都是Token 其实是一些营销经费用来补贴的 而且属于这种 猪脚翻 鹿牙毛的 0公斤 0公斤 TUSD看是不错的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本地币 就是什么USDC USDD USDJ 对吧 但这些是去中性化的本地币 在以外的话都是对标带 对标带 然后呢 这个 我还有一个 华链协议和这个去中性化的文件 存储协议 这是对标fire块 对标fire块 就是btorrent 和btdc btdc 是对标polygon和zk的 这个还要宣传一下 所以很多人 除了我们可能做的这个波厂和火币之外 很多品牌都不知道 或者是有点想遗忘 或者是重点讲 其实 就是波厂团队按这个做事 对吧 就是行业内的很多日本产品都有关了 但是当然可能不一定的文件里 而且 btdc 是对标zk 和polygon 是一个二层和跨链链桥 跨链链桥 然后btorrent 这个这个 这个 来聚合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去中文化直播 其实也蛮活的 啊 dlac dlac 去中文化直播 然后当然了下面的这个 这个 加斯兰和A1RT A1RT 是波厂团的 open-seed 相当于是对标 这个 NRT 交易 NRT交易协议 然后加斯兰 刚才强调了一下 现在对上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借贷协议 好 这个就是 就是 刚才我介绍的这个就是 就是 刚才介绍一些就是这种 范本 范本类的这个 但是呢 如果按这个 infrastructure Defi NRT stable-wide cross-chain solution 来分类 对吧 这个就是上面的一定应用 当然了就是我还附了一些像 李太坊的Infra 这样的后官的 其实也被很多这种 合作版 提供帮助的 对吧 就是 Tone-web Tone-grade 相似的一些 就是 就是 这种 测试法 好 然后呢 讲连数据 就是现在呢 当然这个PPT已经要旧了 7月份多了 现在已经 9月份了 所以这个 这个用户数据更多了 就是之前是170 就1.7亿 现在已经是1.83了 我查了一个 1.83 1.84亿了 这个大概一天呢 增长 日增长大概20万用户一天 所以增长速度比较快 当然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稳定币 市场份额呢 我们现在大概占了 这个全世界 稳定币市场份额 都百分之52 我现在已经超过以太坊了 当然这个数据也是不错 数据也是不错 然后呢 这个在这个数据不错的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 这个超越了以太坊 和比特币的转账数 所以呢 现在这个波厂呢 这个 它的这个协议的收入呢 已经是非常好 现在一年的这个协议收入啊 大概可以拿到大概四到五亿美金 四亿到五亿美金一年 当然呢 这个全部都是销毁的啊 波厂跟那里太坊的 EIT 159 是一样的 就是它也是走了销毁 所以呢 就是这个波厂 这个销毁 所以这个通缩呢 是数据是非常好啊 这也是为什么波厂呢 这个今年就整体有 虚拟货币是熊市嘛 其实波厂整体发展还不错 对吧 币价也比较坚挺 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现在 我那天看了一下 包括是一个比特币的开玩家写的 对吧 就波厂现在一年的这个协议收入 已经超过比特币了 呵呵 再再两个分钟啊 波厂已经这个协议收入 已经超过比特币了 超过比特币了 这个比特币大概一年是2 2.7个亿美金的协议收入 波厂大概现在很快 可能都是比特币的一倍 比特币的一倍的协议收入 所以这协议收入的话 还是比较坚挺 比较坚挺 啊 其实快点啊 这GOSD 不管今年也还不错 现在是3 31亿美元大概 比特币 对吧 就是占据全球 其实22%的互联网流量 都是从这个比特币协议走的 这现在还是很不错的 也是行人旁边第一 在这个区中二项的领域 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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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